在当今社会,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与他人交往,因为交际确实是一项艰难的任务,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陷入别人的陷阱,这样不仅无法交到朋友,还可能招致麻烦。 因此,放弃社交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,至少可以减少受伤的可能性,然而,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,也不能彻底放弃与他人的交往。 我们要知道,交际不仅可以扩大人脉,还有可能获得真挚的友谊,尽管有些友谊是虚假的,但也算是一次人生的考验,所以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至于选择与何种人交往。 也许只有到晚年才能看清,因此,年过半百的老人给年轻人留下的一生的经验,那就是无论财富多么丰富,才能多么卓越,都应该与以下四类人身交,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吧。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,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,感谢订阅。 心怀爱意的人,心怀爱意的人,他们如同春天的阳光,温暖而又和煦,他们的存在就像一股清流,滋润着我们的心灵。 在我国的历史上,也有这样一些人,他们的行为,他们的言语,都充满了对人对视,对世界的深深的爱意。 比如,春秋时期的孔子,他提倡的人爱,就是一种深深的爱意。 他曾经说过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这就是一种深深的爱意。 他告诉我们,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别人,这就是爱的最高境界。 再比如,唐代的杜甫,他的诗歌充满了对人民的爱意。 他的《春旺》一诗中写道,国破山何在,成春草木深,赶尸花见泪,恨别鸟精心,这就是他对人民极苦的深深同情,这就是他对国家的深深爱意。 他们的行为和言语,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爱的力量,让我们明白,无论在什么时候,无论在什么地方, 只要有爱,就有希望,就有力量。 因此,当我们遇到心怀爱意的人时,我们应当珍惜,应当感激,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温暖,让我们明白了生活的美好。 同时,我们也应当向他们学习,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爱意,让自己的行为充满爱意,让自己的言语充满爱意。 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,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。 喜欢的话,记得订阅本频道,接着往下看吧。 心胸宽阔的人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脾气秉性就会变成什么样,这句话并不是夸大其词。 当你和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在一起时,身上就会沾染这种气息,而和心胸宽阔,有上善若水气息的人在一起时,你也能做到性情淡然。 心胸宽阔的人,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是一种从容大度的气质,这种气质如同阳光,能够温暖身边的人,也能够照亮自己前进的道路,和这类人相处,会被他们的从容不迫所感染。 会感受到他们的心胸开阔,如同大海,既能容纳万千河流,又能承载风雨雷霆。 在我国的历史上,有许多这样的例子,例如,唐朝的魏征,他的心胸开阔,为人豁达,深受唐太宗的器重。 魏征曾多次向唐太宗直言觐见,有时甚至让唐太宗下不了台,但唐太宗却从未因此而责怪他,反而称赞他心胸开阔,是国家的动良之才。 正是因为唐太宗的宽容和魏征的直言,才有了唐朝的繁荣昌盛。 又如宋朝的苏氏,他的一生坎坷,曾多次被贬折和流放,但他从未因此而气馁。 反而在逆境中更加坚韧,更加热爱生活,他的诗词作品,既有豪放奔放的气概,又有细腻深沉的情感,被誉为词中之龙。 他的心胸开阔,让他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困境,也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位璀璨的明星。 和心胸宽阔的人在一起,我们会被他们的气质所感染,会学会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挫折,会变得更加坚韧和乐观。 因此,我们应该珍惜身边的这类人,向他们学习,让自己也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的人。 同甘共苦的人,寻找同甘共苦的人,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这样的人,不仅在事业上能够给予你支持和鼓励,更能够在生活中与你共度难关,一起分享人生的喜怒哀乐。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例子,展现了同甘共苦的精神,例如,宋朝的岳飞和他的妻子李氏,就是这样的例子。 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,他在战场上屡见其功,但最终却遭到了秦桧的陷害,被冤枉叛国。 在这段时间里,他的妻子李氏一直陪伴在他身边,为他送饭送衣,鼓励他要坚持下去,最终,岳飞被秦桧害死。 但他的妻子李氏仍然坚定地支持他的事业,为他守节终身。 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,刘邦和萧和,刘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他在楚汉战争中领导汉军击败了项羽,建立了西汉王朝。 而萧和刘邦则是他的得力助手,为他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支持,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 刘邦曾说过,夫运筹策为账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无无不如萧和。 这句话表达了刘邦对萧和的信任和尊重。 同甘共苦的人,不仅能够在你成功的时候分享你的喜悦,更能够在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,给予你支持和鼓励。 这样的人是人生中的宝贵财富,值得我们珍惜和感恩。 注定的伯乐 现在和以前骑士一样,千里马随处可寻,只有伯乐难命。 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,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许多经典的故事,其中最为著名的《当属史记》中的伯乐象马故事。 据《史记》记载,伯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位象马专家,他独具慧眼,能够通过观察马的外貌,步伐等特征,判断出一匹马的优劣。 有一天,伯乐发现了一匹瘦弱的马,但其骨骼,肌肉和步伐都很出色。 于是他花费重金购买了这匹马,经过精心的饲养和训练,这匹马果然成为了一匹千里马,为鲁国打下了不少胜仗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伯乐之所以能够成为伯乐,不仅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专业技能,更重要的是他独具慧眼,能够发现那些被其他人忽视的潜力骨。 而千里马之所以能够成为千里马,也不仅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天赋和能力,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伯乐这样的贵人,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和培养。 在现代社会 虽然我们不再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,但是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 我们可以将千里马理解为那些有着出色能力和潜力的人,而伯乐则是那些有能力发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人,在现代社会,这样的人往往能够在职场和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成功和成就。 因此,当我们有幸遇到那些能够发掘和培养我们潜力的人时,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,不要摆什么架子,而是要虚心学习,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,成为真正的千里马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努力成为别人的伯乐,发掘和培养那些有着出色能力和潜力的人,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 在我们的人生中,选择合适的交往对象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。 因此,在我们的交际过程中,要注意选择那些具有以下几种气息的人。 要选择具有伯乐之气的人,这类人能够发掘我们的潜力,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。 要选择具有心怀爱意的人,这些人能够给我们提供心理支持,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和温暖。 要选择具有上山落水的人,这类人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淡然和平静,找到更加健康和适宜的解决方法。 要选择具有同甘共苦的人,这些人能够与我们同仇敌忑,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。 总的来说,交友是有好处的,特别是遇到以上四类人时,大家千万不要拒绝,因为这些人都是你人生中难得的挚友,或一生中难得的爱人。 如果没有缘分遇到,大家也不要气馁,或许这些人正在前方等你,只是暂时还没有缘分而已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